最近茅台价格暴跌的新闻成了资本市场热议的话题 这是一张飞天茅台散评批发价的走势图 而这是一张贵州茅台股价的走势图 如果把两张图叠放在一起 会发现他们的走势几乎一模一样 照着毛泽的零售价来炒茅台的股票 这在录价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甚至是常识了 那些跟踪食品饮料的卖方分析师们 手上如果没有几十上百个茅台经销商的微信 连基金公司的门都进不去 而从前年开始 茅台酒的终端价格就一路下跌 从最高时的3000元一路跌到了2100元附近 而茅台的总市值也从去年年以A股的头把交易 变成了现在四五名的常客 这不是茅台的第一次罗难 在茅台的历史上 美国大概十年都要度一次劫 但神奇的是 每一次度劫成功后 茅台都会迎来一次飞升 第一次是在1998年 亚洲金融危机得加山西独酒事件 行业一片惨淡 茅台趁机完成了市场化改革 建立了经销商体系 比后来的高速发展买下伏笔 第二次是在2008年 全球经济危机重创茅台股价 但随后迎来了4万亿次级计划 茅台的消费直接起飞 超越五两夜 登顶中国白酒第一的宝座 第三次是在2012年 速化级和八项规定双杀茅台 但在底部徘徊了三年后 飞天茅台越买越贵 连续突过了2000和3000的大关 开启了降降科技的时代 所以茅台这次也会像前几次那样 逢凶化吉 遇难成祥吗 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 这些年随着茅台的价格飙升 以及出厂价和零售价之间的巨大价差 在这瓶东方神水的周围 已经形成了一个隐秘且庞大的利益群体 因此要想理解茅台的长长跌跌 就要先理清这个利益群体的运作机制 本期视频就带大家拆解一下 在茅台帝国水面之下 那些隐秘的链条和规则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是 茅台是如何卖酒的 翻开茅台的最新年报 我们可以看到茅台的业务主要就是卖酒 总营收里只有003%是非酒类业务 比如酒店和00000等等 其余的1472亿都是卖酒 这1472亿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是各种类型的正牌茅台酒 比如飞天茅台 生肖茅台 真品茅台等等 加起来有1266亿元 占币85% 二是跟茅台各种擦边的酱香酒 比如茅台王子 茅台迎宾 茅台1935等等 价格相对比较便宜 去年也卖了206亿 占币15% 去年一年 各种擦边的酱香酒 大概卖了31000吨 而正牌的茅台酒 大概卖了42000吨 其中有24000吨 是常见的飞天茅台 如果我们按照500毫升一瓶来算的话 去年一年流入市场的飞天茅台 就堵足4800万瓶 茅台产品里最抢手的 显然就是各种正牌茅台酒 尤其是那4800万瓶飞天茅台 谁卖谁赚钱 因此 茅台的渠道结构 本质上就是一套利益分配的体系 从大的角度来看 茅台的销售渠道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经销商为主的分销渠道 另一类是以批发和直营为主的直销渠道 在茅台的这套利益分配体系里 最水深莫测的就是经销商 大家都知道 飞天茅台的建议零售价是1499元 但通常都是建议不了一点的 市场价随行就市 最高市一度涨到3000多元 现在即便跌了不少 也要2400块一瓶 那么经销商拿货的价格是多少呢 每瓶1169元 而且这个价格还是去年11月刚提的 之前的出厂价更低 只要969元一瓶 我们保守计算还是按照1169元来算 在去年一年 经销商拿到了约1.7万吨的正牌茅台酒 今年的量估计也差不多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飞天茅台 具体比例没有公布 但业内预计在80%以上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1.7万吨乘以80%就是1.36万吨 每瓶的价差假设是2400 减去1169也就是1231 一瓶是500毫升 那么一公斤的价差就是在乘以2 也就是2462元 那么1.36万吨飞天茅台带来的毛利润 就是334.8亿 而这只是飞天茅台带来的毛利 如果再加上生销 真品 陈年等其他正牌茅台酒 那么经销商们拿到的利润 大概率会超过400亿 要知道 2023年 茅台公司的总利润也不过750亿 经销商的毛利 几乎能占到茅台总利润的一半多 可见这块蛋糕有多丰厚 而且跟其他消费品牌不同的是 正牌茅台酒基本都不愁卖 经销商只会发售分给自己的配额太少 这块蛋糕的含糖量显然高得离谱 那么有同学可能会问了 为何茅台对经销商如此慷慨 其实这跟茅台的历史有关 经销商在茅台成为东方沉水的过程中 也想了汗巴功劳 尤其是茅台每次遭遇危机的时候 经销商不但出钱囤货 还能保家控盘 属于实打实的工程集团 因此做一定的利益清闲也在清理之中 但是由于蛋糕太大 含糖量又高 伸过来的手就自然有很多 在中纪委联合央视拍摄的专题片《国家监察》里 就曾披露过这样一串数字 7年来 四家专卖店共获得131.48吨的茅台酒定额指标 获利4000多万元 当然 茅台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毕竟自家的管理层这些年也进去了不少 所以茅台就一直努力在谋划一件事 就是不断缩减分给经销商的蛋糕 历史告诉我们 从工程集团手上收回权力和利益 从古至今都是一件极难的事 搞不好就会翻车 为此 茅台推出了一套相当高明的方案 简单总结就是 不直接跟经销商争立 而是通过新平台 新渠道和新玩法 来削弱传统经销商的比重 比如从表面上来看 茅台并没有动传统经销商的蛋糕 目前茅台的线下 只开了42家线下直营店 每年的配额极少 只有大概10到30吨左右 相比2000多家经销商 以及上万吨的配额 直营店的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在传统渠道之外 茅台的动作就凶猛多了 首先 茅台直接跟电商平台 和大型商超合作来卖酒 比如线上的京东天猫 以及线下的山姆 开市客大人发等 出厂价给的是1399元 这些渠道 在1499元的价格卖给消费者 由于这些电商巨头 和大型商超都是全国性平台 茅台直接来谈 经销商也无话可说 目前这个渠道 每年销售的正牌茅台酒 逐步占到了15%左右的份额 其次 茅台作为贵州的同号印钞机 自然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会把一部分配额 分到省内的机场 酒店和文旅企业 搞酒旅融合 用平价茅台来拉动地方经济 比如之前就有一个政策 就是只要坐飞机到贵州 就有原价买茅台的资格 后来因为好羊毛的太多 就被取消了 再往后 贵州国资委直接退出了 8个特产搭售的茅台伏辟平台 为业内人士成为葫芦娃 上面售卖的都是贵州特产 销费购一定积分 就能原价购买茅台 另外 茅台每年还会拨给 集团母公司一定的配额 可以算作关联交易 加上省内的酒旅融合 这块的份额 也逐渐提升到了15%左右 最后是茅台自营店上的爱茅台 和大企业团购业务 其中爱茅台是茅台自己开发的一个APP 之前引发了全民抢茅台热 去年正牌茅台酒和擦边酱香酒加一起 一共卖了224亿 而大企业团购则顾名思义 满足一定条件的国内大型企业 通常可以找茅台直接洽谈团购业务 这两部分加起来 也逐渐占到了茅台销烂的15% 总结一下 茅台通过名修占道 按赌陈仓的办法 建立了三个占比在15%左右的直销渠道 成功地把传统介绍上的份额 延速到了50%左右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张图 来更加清晰地看到这种趋势的变化 就这样 茅台用了大概不到10年左右的时间 就从传统经销商嘴里 拿走了将近一半的蛋糕 经销商们有怨言吗 肯定会有 但无论是搞电商 做APP 还是搞酒旅融和复制地方经济 茅台都是上顺应趋势 下腹和国情 一切显得都是很合理吧 经销商们自然也无可奈何 但是跟历史上的所有变革一样 茅台在瓦解旧的利益格局的时候 也在形成新的利益研条 而这些盘踞在新链条上的各路势力 反而成了这次茅台价格暴跌的导火索 今年来 茅台的利益链条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 就是黄牛党 2016年之前 网上能抢茅台的机会很少 但随着茅台给各大店上的配合越来越多 以及自家爱茅台APP的出现 抢原价茅台 已经成了一门要素齐全的行业 今天有小程序把茅台美亭的价格波动做成K线图 让你能像炒股一样盯盘 有提供一手放亮的线报群 有专业的软件脚本 有专门针对葫芦阿渠道的方案上 有大大小小的茅台群就像一个个微交易所 为你提供从通知回收打款的一条龙服务 还有专业的大型回收档口供你选择 包你满意 随着茅台越卖越贵 路茅圈的势力也越来越大 里面既有武装到牙齿的专业黄牛 也有定道中是一把运气的普通餐客 而圈子里也出现了一些名气很大的收货档口 而在各大店商平台的眼里 飞天茅台和苹果手机一样 都是国民级大单品 能够通过补贴来换取流量 因此茅台公司给的配额根本不够卖 不够卖怎么办呢 那就得去找有稳定货源的经销商 通过审核后 经销商或者酒商在电商平台上开始网店 然后平台给店铺方方百亿补贴资质 每瓶酒给到几百元不等的补贴 由于这些补贴后的茅台 通常会比市价便宜个几十上百块不等 这其中的价差自然吸引了路茅圈的羊毛党 抢到后就直接卖给黄牛 从叉价中赚到一两顿饭钱 而这些抢来的茅台经过层层回收 又会有相当一部分重新回到了平台商家的手上 再重复这一过程 用来套取平台的补贴 虽然听起来很魔幻 但经过这么一倒腾 平台提升了流水 酒商消化了库存 黄牛赚到了补贴 羊毛挡到饭钱 是妥妥的私营局面 但今年的618出了大问题 首先是被耗秃了的平台 开始减少酒类补贴 并采取像是不显示店铺 风控账户等反制措施 整个链条上的利益越来越少 其次更重要的是 茅台的价格从春节后边一路下跌 尤其是五六月份加速向下俯冲 而黄牛们收获是有成本的 必须尽快找到下价 快速周转赚差价 不然批发价格每跌一块钱 自己就是成倍的亏损 火不单行的是 黄牛曾经的占有电商网店 在价格下行时 纷纷把发货时间调整到了7天甚至更久 等到价格跌下去后 再以便宜价格收获 转一个下跌的差价 而更加选上加双的是 从6月份开始 大量收获档口被爆出集体跑路 群聊直接原地解散 那些没有收到货款的黄牛们直接血奔无归 愤怒的黄牛们揭盖而起 开始抱团向店铺开发票 举报店铺偷税漏税等方式反击 被戏称为黄毛起义 但抱团反击并不能阻止行情继续下跌 越来越多顶不住压力的黄牛 开始踩踏实地抛售 6月24日 飞天茅台的批发价格跌破了2100元 创下了五年来的最低点 视频开头提到过 茅台的股价跟批发价息息相关 尽管茅台官方对这场黄毛起义 看得是一脸懵逼 但却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市值至少挣发了几千亿 那么谁能帮茅台稳住批发价格呢 恐怕只有经销商这些老兄弟们 有这个能力 所以从5月份开始 茅台官方就不断向经销商们示爱 并号召经销商们团结一心 不要砸盘 除了喊话之外 茅台还用行动给出了诚意 比如暂停了新企业客户的端购申请 取消了飞天茅台的开箱政策 调整了经销商的普毛和飞镖配额的比例等等 向经销商低头的态度十分明显 事后证明 相比于剑锋使舵的黄牛党们 还是经销商这帮老兄弟们肯处理 经过一个多月的保价吻盘 茅台批发价格基本趋于稳定 让利益链条的各路势力们都松了一口气 不过这个结局未免有一些讽刺 刚判复过来的塑料友情说翻就翻 要靠一度被冷落的老兄弟们救场 经此一议 茅台去经销商的压制 恐怕不得不缓一缓了 最后可能有同学会问 茅台这次的劫难算是彻底翻过去了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至少从需求段上来看 茅台这次的下跌 只会是一次更长跌估期的预演 其实在投资圈 一个新照顾圈的事实是 茅台的表现 跟房地产的基建周期息息相关 所谓的中产消费支撑茅台 很大程度上只是上述两个周期的副产品 所以无论是1998年 2008年还是2012年 茅台之所以每次都能深蹲起跳 就在意那会儿 中国的基建和地产周期 都处在一个昂扬向上的亢奋之中 而到了2024年 上述两大行业 明显不会再负往日的荣光了 甚至可以这样说 当大王子提同保护的视频 得到万千万万点赞时 当土木工程从热门专业 跑了到冷门甚至天坑时 茅台注定会遇到一个 他见所未闻的寒冷冬天 至于专家们宣扬的 这些年轻人不喜欢茅台的观点 其实是个伪命题 茅台并不需要所有人喜欢 尤其不需要年轻人喜欢 只要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 继续热衷茅台 东方神水就会永远畅销 其实对于普通人 尤其是年轻人来说 茅台价格的下跌 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事情 一方面 茅台背后的白酒文化 充满了规训 说教和所谓的人情世故 在很多人眼里 酱香文化就等于酱钢文化 价格暴跌自然也成了 不少年轻人的乐子 但另一方面 茅台很大程度上 又是经济景气度的一种反应 如果茅台彻底卖不动了 普通人的就业和待遇 通常也满眼乐观 喝不起茅台的人 往往会比喝得起茅台的人更艰难 这种矛盾 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中无处不见 因此 对于茅台的涨涨跌跌 普通人冷眼旁观就好 毕竟我们不会为了一瓶 茅台便宜了几百块 就多买两瓶回家喝个爽 只是希望在未来 那些研究 一个茅台手提袋 能额外装几条滑子 几款现金的秘诀 越来越少 甚至消失不见 只有到那个时候 茅台才会从东方省水 会味道它的本质 一款酒精含量为52度的发酵蒸馀饮料 谢谢你看到这里 你的点赞 关注和转发 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